这个男人告白被拒 恼羞成怒下 当街往女孩脸上泼硫酸 得不到就要毁掉 女孩尖叫倒地 搅好面容瞬间惨不忍睹 男人骑车逃离现场 围观群众却无一人仗义出手 事后警方立案调查 抓来几名嫌疑人 让目击者指认 但他们都怕惹祸上身 装聋作哑 只有一名小女孩站了出来 亲手指认凶手 果然还得是女孩帮助女孩 可三妹非但没等来嘉奖红旗 反而在放学路上 遭到凶手同伙威胁 脸颊被刀子划伤 她哭着回家告状 荣雅父亲当即下定决心 将她送到塔钩舞校 既然男人不懂尊重与分寸 那女性就只能学会自保 教他们如何做人 三妹终日恋舞 从一群男孩子中脱颖而出 无人能敌 很快 毁容女孩出院 但她的美貌再无恢复的可能 她崩溃自闭 又是一群女孩将她拉出泥潭 同为硫酸毁容的受害者 他们无需堕落自卑 脸上有伤痕 不代表未来的生活也有伤痕 三妹看着眼前这一幕 默默按下决心 终于有一天 她又一次碰到那群混混 在父亲的默许下 三妹气势汹汹上前 先是友好拍肩 接着啪啪两巴掌 混混吃痛倒地 然后她一扭头 令人脑袋碰铁磕开花 三人不死心继续围攻 结果不仅脸蛋被打得肿成包子 就连家伙事都废了 中国功夫博大精深 他们这些老三岂是对手 见混混又要顾忌重施破硫酸 三妹一拆一折一挡 对方自食恶果 痛苦哀嚎 此次事件登报 尽管混混作恶多端 可被毁容的男人 背靠裁罚父亲 在亲情诱惑下 目击者全部出庭作证 只认三妹无故攻击 最终 三妹被送到少管所关押 直到三年过去 法院才重申此案 判决三妹无罪释放 可这个污点已经成为她的绊脚石 父亲在三妹入狱期间 经受不住打击因病去世 母亲重男轻女 早早去孟买邦大儿带孩子 三妹本想安稳在老家度过余生 但当地人对她歧视严重 没有任何生存空间 哥哥听闻情况 不酷母亲反对 强行将三妹带到孟买一同生活 可一进家门 嫂子显于表面的嫌弃 让三妹无所适从 主动提出住校 不成想等着她的 是更加残酷的现实 新学校里的学生不学无术 为女校爸马首试衫 节节逃课 老师习以为常 刚准备收拾东西离开 却发现三妹还坐在位置上记笔记 女校爸感到自己的权威受到挑战 趁午饭时间主动找茬 打翻三妹的餐盘 三妹不以为然 不料女校爸不依不饶 当她作为新生上台讲话时 竟将话筒插座拔掉 可是依旧影响不到三妹 她直接走下台 用熟练的手语和台下学生交流 收获隆重掌声 见莱茵的不行 女校爸直接来横的 打手二话不说 上前挥拳 不成想反被三妹一花盆轮晕 当场试镜 打手头子慌了 当即打电话摇人 将三妹团团包围 三妹早有预料 但她却并未动手 反而满脸歉意与求饶 如果她又伤到他们这些人 自己又要被送进监狱 女校爸误了 何着你躲在这儿不是怕了 但新出场的打手 根本不信这套说辞 轮番上阵 三妹拳头肘击一个不辣 打得他们落花流水 还有不要命地扑上来送人头 三妹格挡 抡拳 鞭腿 一气呵成 打手碰倒一大片 这下子 女校爸彻底认怂 不敢再胡作非为 三妹收拾东西回到单人宿舍 发现门外放着一个书包 她拿回家查看内务 想找到包主信息 没想到两个男人突然闯入 他们拿起散落在床的摄像机 确定里面的内容后 当即把枪口对准三妹 三妹意识到 自己这时刚出狼窝 又勿摸老虎屁股 女人眼泪汪汪 整个人被捆绑在椅子上 她不停祈求男人放过自己 却换来一个又一个巴掌 头发耳朵也被狠狠拽撤 女人哭得我见犹灵 男人很难不动情 毕竟前天晚上 两人还在床上你浓我浓 尽情放纵 但为了拿到比女人更重要的东西 她还是强压小老二 将枪口对准女人脑袋 时间回到五天前 男人正在和同伴执行巡逻任务 旁边突然飞驶过一辆黑色轿车 不受控地往石堆上撞 几人连忙上前查看 只见司机满头是血 没了气息 大壮当即给该地狱骗警打电话 可在查看后备相识 密密麻麻的陷阱 让他打消念头 决定私吞瓜分这笔钱 而司机死而复生 摸着后脑勺走下车 见他们趁人之危 立马拨电话报警 大壮当机立断 抽出千斤顶往司机头上砸 事后这起谋财害命事件 在几人遮掩下变成交通事故 一百万彻底进入他们的口袋 可大壮还没高兴多久 就接到一通神秘电话 电话那通播放者 他和伙计合谋 瓜分赃款的录音 一旦公之于众 他们算是彻底栽了 大壮回想起这段通话 是他在相好家打电话说的 那能录下来的 就只有相好一人 他立马让人暗中跟踪 果然发现相好行动鬼祟 把人抓来一问 确实是他在房间内 偷放录像机拍下证据 但棘手的是 他和两名同伙 在餐厅合计敲诈时 录像机被身后经过的学生偷走 现在下落不明 大壮怒不可遏 一脚将相好踹倒在地 相好磕到后脑勺 潦草死去 事后 几人将现场伪装成自杀 本以为天衣无缝 不成想负责该案件的 大美火眼金金 一下察觉到不对劲 内忧外患下 大壮加快节奏寻找录像机 终于在三妹宿舍找到录像 尽管三妹反复强调 这个包不是自己的 但她还是被绑到小树林 和相好的两名同伙 一同接受枪决 两枪打出 一个男人命断当场 当枪口对准三妹 另一人起身逃跑 结果被一枪击毙 下一秒 三妹再次成为砧板鱼肉 可当扳机扣下 子弹竟然卡壳 趁此机会 三妹迅速起身踹飞手枪 然后一个鞭腿踢倒男人 拿起钥匙打开手铐 在对方试图开枪的前一秒 抡起木棍逃出生天 深夜 三妹独自来到小吃摊饱腹 却意外看到女校爸 她以为背包是对方故意诬陷 直接上前动手质问 动静引来附近警察 几人全被带回警局关了起来 大壮为了掩盖真实目的 把女校爸等人释放 然后伪造三妹精神失常 殴打警方 将人关进了精神病院 每日奠机折磨 很快 三妹就变得浑身软弱无力 精神涣散 这个女人受尽非人虐待 每天都要接受电击 注射过量镇定镜 她疯狂求救 可这里的人只当她脑子有病 根本没人相信她那套被人陷害的说辞 就连家人都认为她病入膏肓 无奈之下 她只好将计就计 装出一副吃傻模样迷惑众人 背地里则联合并游小卷谋划逃跑 深夜 小卷偷来病房钥匙 放出三妹 紧要关头 看守听到动静赶来 三妹一招将其制服 开始了复仇计划 她一路斩药除魔 拳拳盗肉 招招狠利 看守哀嚎不断 逃出精神病院后 三妹找到家人诉说真相 但他们却将她视为洪水猛兽 认定她是在胡言乱语 甚至还打电话通知精神病院 强行将人送了回去 好在小卷给力 早早爬上驾驶座 带着三妹又一次逃出生天 之后 三妹设计绑架陷害她的警员 与此同时 女探员大妹找到三妹就读学校的校长 质问上个月25号 她的女儿在哪 校长见再也瞒不住 坦白女儿25号那天 在餐厅偷了一台录像机 她得知情况后 将女儿偷来的所有脏物装进包里 放在了三妹宿舍门口 她原以为三妹发现后 会第一时间转交给自己 不成想两个男人抢先一步 抢走包里的录像机和手机 三妹也被他们带走 落到如此田地 可这一切都没有证据 这时女儿站了出来 表示她偷东西有个习惯 那就是把东西拷贝一份 也就是说大壮几人私吞赃款的录像 还没有完全销毁 知道来龙去脉后 大美立马申请逮捕令 同时三妹也在想方设法自证清白 她威胁警员在明日的校庆上 当着全校师生面 坦白自行 隔天一大早 她把警员带到学校后面的废弃教堂 可突然间 看守大门的小卷被一枪爆头 原来是大壮几人顺藤摸瓜 找到了这里 三妹寡不敌众 很快就被制服 大壮决定伪造三妹袭警 几人无奈自为开枪的假象 但还不等几人动手 大美就带人赶到 包围现场 他们只好束手就行 然而就在这时 上级打来电话 大壮当初杀害的司机 是北印首领的弟弟 由于各组织关系紧张 那笔100万巨款 是用来调和矛盾的 如果现在爆出来 他不是死于交通事故 而是死在几个贪财的警察手中 那么将引发更大暴乱 总统只是不再进行逮捕 牺牲一个精神病 拯救这个国家 无可厚非 大美无可奈何 只好带人离开 但三妹不愿认命 见几个败类的枪都被收走 她再也没有顾忌 利落出手将三人斩杀 随后 她伸出胳膊 让医护人员给她注射镇定剂 以精神失常杀人收尾 最后 三妹在大美的辩护下 无罪释放 精神方面也被证明 没有任何问题 她来到乡下化身老师 教导荣雅儿童 认识这个非黑即白的世界 三妹曾将自己称为 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女人 她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如果牺牲一个无辜的人 才能拯救这个肮脏的世界 那她必须颠覆邪恶 实现正义 这次也算是轮到 印度女人开挂了